好,我们继续来看,前面我们写了两个方法来进行采样比例的设置 计算一个采样比例,然后再通过采样比例再去解码图片 把图片解码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写的方法 然后去把图片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继续看 那我们这边呢,如果是在这个普及文件里面 我们添加一个图片进来 比如我们添加一个图片,是吧 这个图片呢,我们先加载为 先放这儿,然后呢,我们这个图片是先来一个默认图片 好吧,这个小脑袋,这是我们的这个默认图片 我们可以放中间啊,放中间 然后呢,我们这边下边呢,我有一个这个按钮,可以吧 然后呢,我就来点,叫做加载图片,是吧 显示吧,show picture,就叫show就行了 show picture,我们来试一下,这功能 好,那我就onclick,叫做show click show click,这边来 然后,我在这边加载这个图片 public void,show click,然后view 我一点,就开始干这个事儿,是吧 然后呢,我需要把这个图片呢,这个 in major view,是吧 我们先要显示出来 然后iv呢,等于什么 find id,r.id.这个叫in major view,是不是 in major view,好,转换一下 我们得到这个,然后我们一点,我们就调用哪个方法 是不是调用这个方法 是 调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里边,我们调用的是get resource 得到资源,然后呢,我这里呢,加了一个图片进来,是不是 对,放了一个图片进来,这个图片是一个,哎呀,这个 大美女,大美女,是吧 大美女啊,这个动画 图片,然后它是这个,你看820乘974,是吧 820乘974,那它加进来,你可以计算一下,它占的那层是多少 它乘它乘它,对不对 这是24BT的一个文件,应该这应该是占24,16,16 是应该是这个四个字节的啊 对吧,四个字节的,然后呢,我们就需要 传,比如说,我就放进来是我们的r点 r点,这个叫mipmap.a,这是我要加载那个图片,是吧,漏进来 这是测试啊,你有可能未来是这个图片是网络上加载进来的,是吧 我自己测试呢,加个链接,对,加个这个UR链接下载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比如我要加为100,是吧 就100乘100,但是不一定是100乘100啊,就宽高 我想是这样来定义的,对不对 想是这样来定义的 好,加载完了以后呢,是不是出来变成这个什么呢 这个,bitmap了 是吧,出来就是bitmap了,然后有bitmap,我就在iv里面site,这个叫in major bitmap,然后把这bitmap给显示上去 是这样吧,给显示上去了 这是我们显示的这样一个图片 好,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这个例子啊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再算一下 再去好好的琢磨一下 这个细节啊 实际上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一个 先不加载到内存,对吧 去解码,获取那个宽高 然后呢,计算采样比例,是吧 采样比例,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计算 按照最小的方式来进行计算 完事儿,你把它采用false,再计算一次,是吧 再计算一次,这就OK了 这是官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 采样比例的一种方法,一种写法 这个应该不是,此错非比错 对吧 好 你看,开始了啊,秀 这就显示出来了,应该是对的 应该就是对的吧 是不是对的 应该是为什么这个秀不消失了 这个秀跑到它上面去了 对吧,跑到它上面去了 这应该是这个有点,还是比较大 这图片是吧 还是比较远 圆图比这个大很多 比这个大很多 因此来的100x100,对吧 这个如果是你再小点 比如50 50x50 50x5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应该会更小一些吧 会更小一些 这个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嗯 这有点慢哈 你可以把那个打印那个采样比例 我们这里没有输出是吧 你可以把它 比如说这个等于这个值,这个值是 最终这个值是 是多少 对吧 嗯 是多少 你可以把它给 打印一下 这样的话你能 看得更清楚啊 看得更清楚,我这个就不打印了 你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50x50 那就是它计算出来应该是 是一样的这个效果 我还是说我这里的一个图片用的是 呃 Map 我们来打印一下啊 刚才我们已经输出了 我们再给大家 输出一下 我们这里添加一个 sys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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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ysout ok sysout ok 走 走 原来它采样比例计算出来是 等于1 等于1 那说明圆大小 啊 他圆大小不是这个大小吗 难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 的简介 这应该是820乘974是吧 820乘974 好像我们 计算的是是不是不太对啊 A对吧 A过来 嗯 我们得到的是 是 我们从哪得到 从这地方对吧 对 我们去得到这个 is 我们 new了一个 option new了option 然后呢把它设成了 tru是吧 对 然后进行了一个 is的一个 采样是吧 从一个id去进行一个解码 解码完了以后 这个数据就存在这个option里面了 那么option传进来 这是我们的这个 必须要的这个宽高是吧 嗯 必须要的宽高 我们传进来以后 嗯 我们这里得到了这个输出的宽跟高 我们从这呢 我们可以给他输出一下 对吧 w等于 是不是等于w 这个高等于高 高 是吧 把它输出 这是1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 计算出来的这个simple 这应该是宽 大于他 他大于他 这个应该是成立的吧 这应该是成立的 这应该是成立的 那么成立以后 我们看他计算的这个值啊 对不对啊 嗯 刚才我们看的是 这个图片是 多少 820 乘 7 974是吧 那哪个大 肯定是原来的大 这是 这是长的这个图片是吧 宽 宽大 那就宽比这个他要 这个东西高大 高大 高比宽大 高比较大 高比较大 高比较大是吗 那就是else 是吧 else else就按照宽来是吗 按照宽来小的来 那就宽 除以 这个 原宽 原来的这个 宽是吗 除以原来这个宽的比例 看啊 float 是不是转换为float了 嗯 看一下转换为float 然后再进行一个除 除以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呃 那就是这是多少 这是宽 宽多少 我们再自己来算一下吧 820 820 820除以 除以 50是吧 嗯 除以50 所以得出来值应该 呃 小很多 小很多呀 是吧 不应该是1呀 对不对 嗯 嗯 不应该是1呀 我们再再看一下 走 哦 这里面得出来的宽高是 本0 是没拿到这个值是吧 嗯 对不对 没拿到这个值 这个is 我看一下 咱们最终传进来的是 r点 get resource mip 是吧 嗯 mip 然后 a得到这个值 get resource 我看一下 嗯 然后呢 这是is 去得到这个 is id 是吧 is id decode bund 这是得到的是0 那就不对了 哦 是不是 对啊 这个图片的话可能得到的还是有点问题 还是有一些问题 呃 呃我们看一下这 嗯 yes option 哦我们忘了传的option是吗 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代码里面 嗯 我说的没得到这个值啊 是不是没有传option啊 bcode 哈哈 没有传这个option 这是这是这一步 这是 关键 太关键了 是吧 计算半天这个option就没有没有传进来啊 这是一个失误 好 那这就ok 没问题了啊 嗯 计算半天没用到这个option 好 好 我们再给大家试一下 这条条更健康是吧 对 嗯 走 哎 这就小了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数量比例是16 是吧 16 所以刚才100也是也是对的是吧 你说呢 这个一下子没变成这么小了 对吧 变成这么大了是吧 ok 这就没问题了哈 嗯 没问题了 呃 这次处理较大的这个图片啊 就这么来去实现啊 这么来去做 那这一步呢 可能在实际应用当中还是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用的 感觉太关键了 嗯 太关键了啊 ok 我们再看第二点 缓存未图 哎 这一部分呢也是图片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 呃 这个 虽然我们已经把这个这个比例 已经缩放了是吧 就是采样呢 已经已经做到了 但是如果是你从网络上加载的话 每一次都得去重新去下载 重新去采样 也是一件这个比较耗时 费性能的一件事情 是吧 因为你加载图片你可能就看一眼 然后哗又回 又又又又又划 划走了 划又划回来又重新加载一遍 那这也是非常耗时的 对吧 那既然加载过了 你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缓存 是吧 缓存起来下次呢 我从缓存中去取 这个 这就快了 就不用再从网络上去下载 就意味着提高性能 这个第二步要进行缓存 是吧 那缓存呢 我们分两步 第一步内存的缓存 我先把这个图片缓存到这个内存里面 是吧 缓存到内存里面 OK 那么内存缓存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提供 可以提供一个快速访问位图的 安卓给我们提供一个叫 LU catch 内 用于缓存位图的任务 这个LU catch 我们前面在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是吧 还记得吧 讲这个loader的时候是吧 还记得吧 好 我们用过一下这个类是吧 用过一类 但是那时候呢 我们只是说缓存图片的时候 只是给它用一下 对吧 只是给它使 我们使用了一下 但是呢 没有这个去深入了解这个类的一个含义 对吧 那么最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叫LU呢 LU告诉你 这是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什么呢 叫做 这样的全评叫Lester 叫Licente Use 近期最少使用算法 近期最少使用算法 我们叫近期最少使用 就是它可能有一个数据块 是吧 数据块呢 等一下我们给你分析啊 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念完 先说完 就是最近被引用的对象 保存在一个强引用的叫linked hashimap 这是一个集合 就是把对象存在这里面去 是吧 然后呢以及缓存超过其指定的大小之前 释放最近很少使用的对象的内存 就你缓存你不可能一直在缓存是吧 缓存如果是很多 有些对象是这个已经不用了 或者说很长时间没用了 那么它就认为你这个就没有必要再缓存了 就会把它先删掉 腾出位置 是吧 腾出位置来轮流的这个循环 因为缓存也是有这个大小的 是吧 你不能说缓存 把整个内存都用来缓存 肯定是不行是吧 是这样 好 在过去做一个常用的内存缓存的实现 用一个叫软引用跟这个弱引用 是吧 弱引用跟软引用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用过了 在讲这个handle的时候 我们用过这个弱引用是吧 弱引用来缓存被除 而现在呢 不推荐使用了 说用来缓存 图片 用来缓存这个这个数据 它是不推荐使用了 从2.3开始 它就说 垃圾回收器呢 更加注重于回收这个软弱引用 使得以上的引用很大程度就是无效 就说你缓存机卡一下被回收了 缓存机卡回收等于没缓存 是吧 所以此外 之前的安卓3.0里面呢 说未图的备份很有可能会导致应用程序的内存溢出 和崩溃 所以现在我们要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LRU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究竟是怎么来进行这个计算的 好吧 怎么来进行计算的呢 首先它说最近期最少使用是吧 什么叫近期最少使用呢 你看啊 我先把这个先去掉 假如说我这个数据块里面啊 这个假如我们有这个存储的位置有这么三块 我们假设啊 但内存中肯定是不止三块是吧 我们就简简单点也说 有这么三块来存数据的是吧 存数据的 那我们说第一下呢 我们存储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序列 我序列里面往里面存 OK 数据往里面存 比如说我们存的这个顺序是 比如说2 3 5 这个 这个 6 7 可以吧 23567 这是我要存储的这个数据的这个 序列 什么 存储出数据的序列 也就是说我第一下要存进去的就是2 是吧 是吗 第一下要存进去的就是2 就是 那这个数据块里面就变成什么呢 数据块里面 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 第一个就是2 你说到这儿我有点理解过来 你已经理解了 你这么聪明 大伙还不理解 是吧 那咱们得一起配合把它收完 是吧 第一个你看 就存到2里面去了 对 然后第二个序列是存3是吗 对 是不是存3 存3OK 那就再存一个3 那就变成什么了 第二 第二个变成了这个 3排前面了 是吧 因为3是最新进来的 对不对 最新进来的OK 现在的序列就变成了 变成32了 对吧 好 那么再存进来就是5 是吧 再存一个5进来 OK 我再来一个这个5 说不这样的 大家来5 OK 这就是变成了什么了 3个块了是吧 变成3个块了 OK 现在5 3 532 好再存一个6 现在数据是不是满了 满了 需要有一个被挤出去 被挤出去 是吧 被挤出去 那谁被挤出去呢 应该是2被挤出去了 因为已经满了 它离最远 它最近最少使用 对吧 最少使用 所以就变成了 这个653 这个653 是吧 653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7 对3 就被挤掉了 3就被自动被清除掉了 清除掉了 变成这个765 最终这个数据块里面存的就是765 这就说明再来23的时候 就得重新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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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重新缓存了 得重新缓存了 这就是L RU算法 这样一个原理吧 好吧 我们先了解到这 这它原理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 是吧 我说到这你已经明白了 是吧 很聪明 像我这种 天天荣 结果上一节懵了 行吧 你就嘚咪嘚 是吧 前面应该骂你了 好吧 这是LOU这个算法 好 那么使用这样一个算法 也就是说这个类就是我们安卓那边给我们提供好了这样一个类 知道吧 它原理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类的使用 一个类的使用 那这个类具体我们用这个LOU这个算法 如何来进行内存的缓存呢 如何进行缓存 那我们就看实际的代码 是吧 是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代码怎么来进行操作 好吧 这个先啰嗦到这 好吧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节再来具体实现LOU catch的算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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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